书学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写下意海神优这四字 这一笔会比较长一些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是突然加重然后往上提笔的 这笔尽量不要长 因为下面有个云子 这个点是比较靠下的 比这边还要靠下 这一片 要比三连选的还要高 抄出一来一点点就行了 如果不选择勾的话 这个折笔比较重啊 刚才忘记强调 折笔比较重 折笔比较重 其他的话就比较轻一些 那一是比较轻一样 再次בה确调 这是比较重 lore 到这时候偏重 这里突出来这段距离呢 和这里突出来这段距离呢 它是对比比较明显的 也就是说这一笔呢 比较长一点点穿过去的时候这段距离 对比较长一点点穿过去的时候 不要太长了 这个纳笔呢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要对这四个字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一同了 下期呢再见 书要满 今天我们一同来写下与人为善这四个字 有点斜啊 这两笔都是有点斜的 它不是很直的 比较短 那么这一笔呢是最高的 这折下去的时候 这个部位有点重 这个语字啊 有很多人觉得很难啊 当然难的是上面这个部分 因为所有的和所有的书笔呢 都是安排的比较紧的 这一点呢 有很多人写不好 我记得前几天啊 是昨天还是前天 有一位书友说 我这个字啊 是绝对是熟轩 那这里澄清一下 我平时用的字都是深圈的 从我录制视频到现在 这个可以可以看到 因为熟轩的话 它是不会稀末的 平时练习书法的时候呢 特别是初学者 用半生半熟的宣纸呢 是最好的 或者是用现在很流行一种 就是毛鞭子米字格的 那种黄色的那种 那种米字格字 那种是半生半熟的 黄色的一种 为止 口子口子的中间不要写偏了还有就是这些点这些点因为撒净的部分他没办法吸磨所以大家觉得有点有点这种感觉啊 其实他是因为吸不了墨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四个字写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 书友们今天一同来写一下张字写法张开的张张口的张 注意注意这个角度 两个角度不一样 这个横折钩的这个折是比较重的 那么这上面两个折笔的话还好一点就是这个转折比较重一点 其实他下来的笔画还是不是很重的 比较短往上压 这两笔的其实差不多的 比较稳 很多人这笔斜不稳 这个纳比啊 这个纳比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方向的是往上拍的啊 从这里对往着然后往这里斜斜斜上去啊 不要写的下垂的那这个纳比这个角度 他是一路朝上的方线是朝这边的很多人写不好就是因为这个纳比的原因 这个提笔的一定要稳很多人撇到这里的时候呢就出现属虚了 这也是一定要避免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处下来 这一处下来和这一处呢 它是有点偏差的大家不要写重叠的不要在一条直线上了 这是很多人写不好的一点之一 左右结构呢 记住他们两边之间呢 它是撇的比较近的 中间中间的会留点小小的这个空隙在里面 但是啊大致差不多 这四个 这一笔这一笔这一笔四个横比呢都是比较平行的 只是要中间两笔比较小一点 中间两笔 那么这一这个短横呢还是会比中间的稍长一点的 最长的是这个 这个收笔的时候呢比较重和这个纳笔一样 那么这个提笔呢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重了 转折转折也很重 纳笔更是很重了 那么记住这几点就行了 感谢大家收看